保时捷帕拉梅拉根换后车门锁块教程分享 四款车型的车门拆装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没拆过第一次拆装的人可能会导致拆坏 接下来教大家如何拆装 免费的干货一定要砍完 门板上两颗螺丝拆完之后门板往上提 接下来把看得到的螺丝全拆掉 在玻璃压条的下面有三颗隐藏的螺丝 需要把玻璃降下来 所有螺丝拆完之后很轻松就能取下玻璃边框 现在左右两边已经完全拆下 车门的叶牙撑杆也是要拆的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点赞关注 持续分享更多高端车维修干货 感谢观看 点赞 kannst我来吃回东西 所以我重". 提起来